B-Segment车款可以讲是我国消费者非常喜欢入手的车款之一 也因为这样销量还是很不错 原因就是B-Segment车款它很全方位 就是空间表现、使用性、经济性 都是全部人负担得起的车款之一 在上一次我们就跟大家介绍 A-Segment的轮胎奖选 然后如果是要upgrade尺寸的话又要奖选 这样讲完A-Segment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B-Segment 我们一般上看到B-Segment车款如果是新车标配过来的都是15寸或者16寸 如果你是B-Segment车款的车主你肯定很清楚 这样子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原厂不标配17寸 然后很多人又喜欢upgrade去17寸 到底17寸适不适合B-Segment用 其实17寸原厂不标配的原因 除了是不适合以外还有很多原因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轮圈是17寸 你的轮胎最多只能用到205,4,5,17 它非常薄舒适度 就当然是减分减了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它保护不到你的轮圈 如果是讲你的轮圈 今天用一个45厚度的轮胎 如果你在过一些突然 就是你在highway可能有时候有个洞 这样碰下去 这样子你的轮胎其实是没有什么能保护到你的这一个17寸的轮圈的 它随时会裂啊会歪啊 那时候你就头痛了是不是 OK所以呢 15寸和16寸比较适合B-Segment的车款用 这样子很多人会好奇哦如果我今天用15寸的话 用什么尺寸比较适合耶 这样我用16寸什么尺寸又比较适合耶 OK所以呢其实如果是今天你要用15寸的轮胎啊 我们先讲15寸 你可以选择1955-55 或者是1956-15 可是啊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车款情况而定 就比如我们讲Nissan Amera这一款B-Segment日系车 它原厂标配的是185-6-55 所以你可以upgrade到1956-15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在Dolta Vio上面啊 你用到1965-65呢 你可能在中啊或者是你 嗯过不平坦的路啊 在过speed bump的时候啊 你就会抹到你的这个轮拱 所以如果你问我推荐什么尺寸的轮胎呢 我会跟你讲 就连我本身啊都是喜欢用1955-55的轮胎 因为195的宽度呢 对于B-Segment的车款来讲是 呃绰绰有余 不多不少刚刚好 然后还有呢它55的厚度呢 其实在舒适性啊 然后在过滤碎震的方面 其实也处理到比较平衡 所以我本身呢会比较推荐这个195-555这个尺寸 对于全部B-Segment车款来讲都是没有问题 都可以通用 这样子15寸有什么轮胎好介绍呢 其实啊15寸也是有分成节能胎跟性能胎 这两款呢我们先讲节能胎 节能胎方面呢有5个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Continental CC6 Toyo的Nano Energy 3 Toyo的Proxec CR1 Pencoq的Kinergy Eco2 还有Briston的EB300 这样如果其实如果你们有看回上一次我介绍的S-Segment 15寸Dia里面呢 这几款轮胎也是按部就班来到这个B-Segment的这个市场里面呢 其实这5款轮胎呢总结来讲啦就是很平衡 就是不管是10D啊干地啊 呃 15寸的性能胎 15寸的性能胎呢也是那几个 也就是这个 Toyo的TR1 Michelin PS3 还有Briston的E004 还有E003 这4款Dia其实 之前我也是有介绍过啦 因为毕竟15寸来讲真的是没有 其他的这个PerformanceDia 除了Semi-Sleek以外啦 Performance来讲就是这4款 这4款呢 如果是要我推荐其中一款 我会比较推荐这个Toyo的TR1 因为这个我身边蛮多朋友都在用着 Honda Civic也有 Dota Vios也有 Myvi也有在用着 除了胎噪声比较大以外呢 它其实overall是做到很出色 不管是在操控啊 高速行驶啊 或者是Ganti City的这个Handling 都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是一个玩车脚 你是驾车很热血的 这样子你还是选这个新轮胎 毕竟他们的价钱呢 也不会太贵 一般上都是大概220-250-260左右啦 所以其实讲讲都好 15寸的轮胎卖你一个250左右 我觉得是OK的 我们讲完了15寸 我们就来讲一下16寸啦 这样子16寸的轮胎尺寸要怎样选 我们先讲这个话题 其实如果你可以看到啊 Honda City原装来16寸的轮圈呢 它搭配的轮胎应该是185 55 16 或者是185 60 16 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这两个其中一个 可是其实对于我来讲 如果你用16寸的轮圈 就不要用185的这个宽度 毕竟你轮圈都大了啊 你用195或者205会比较合适 所以这一次呢 小编是比较推荐这个195 56 还有205 50 16 尺寸的这个轮胎啦 不过呢 这个两个尺寸是有差异的 我们直接讲205 50 16 并不是每一个轮圈啊 都适合使用这个205 50 16的轮胎 因为如果是讲你的轮圈啊 我们有记错 Honda City原装的轮圈呢 它的扩度是6J 如果是6J的话呢 如果你要用205 50 16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你要用 你还是用回195 56 这是最perfect的一个尺寸啊 如果对于原装City的轮圈来讲 我相信Dolta Vios也是一样 原装的16寸轮 所以如果是讲 你有aftermarket 换过你自己的这个 Rims呢 它的宽度去到7J 或者7J以上 这样你可以直接考虑 使用205 50 16的轮胎 因为它的宽度 已经是非常合适 那个轮圈的宽度了 这样子啊 16寸的这个轮胎 又有什么 比较好推荐使用的呢 呃 一样啦 我们先讲节能胎啊 其实节能胎部分呢 小编比较推荐使用的是 只有三款 第一个就是Yogama的Flava 还有一个就是Hanko的Kinergy Eco 2 还有就是Toyo Nano Energy 3 这样子这三款轮胎呢 其实我也是觉得它们 呃 比较中和一点啊 比较平衡 就是Overall它们的表现都是还OK的 就是油耗啊 不管是在下雨天啊 还是普通的干地上面 湿地干地呢 它们的操控啊 油耗啊 起步啊 整体都是OK的 这样子这三款轮胎啊 其实它们的价钱也不会太贵啊 平均一般上呢 就是 从230到270左右 讲完了EGO DIA 我们来讲一下Performance DIA 新冷胎 这样子 其实16寸的新冷胎啊 跟15寸是乐北古然的 只不过啊 如果是讲Michelin来讲呢 是直接没有PS3啊 直接用PS4 毕竟已经尺寸大了嘛 所以 新冷胎部分呢 16寸的就是Michelin PS4 Bristone的这个R1003 R1004 还有Toyo的TR1 这四款轮胎呢 其实 都讲是比较Performance了啦 所以你就不用 去想它的舒适性啊 或者油耗有多出色 兼顾到多好 可是它们能给到你的呢 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一个驾驶感觉 还有就是 操控啊 排水啊 在干地湿地的表现 会更加出色一点 这样子其实它们的价钱呢 也不会太贵啦 就是从这个200 280到320左右 它们的价钱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呃 想要 操控比较好的一个轮胎呢 花多几十块 Upgrade到这些Performance 其实也是可乐不为 这样子我们讲完了 15寸跟16寸的轮胎 我们来大概讲一下17寸 虽然是两小编本身呢 不是很 推荐大家使用17寸轮圈啦 毕竟在B segment的车款里面啊 你用到17寸是真的有点负担了 不过小编还是看到很多人 会喜欢用17寸的轮圈 因为这么美 够大嘛 你装上去B segment的车 整个就是fitfit了 很美 然后美归美 可是有什么17寸轮胎好介绍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17寸的轮胎呢 如果在B segment来讲啦 它的尺寸就像我刚才之前有讲到的 它的尺寸只能用到205 45 17 就是舒适度方面会大打折扣一点啊 毕竟它轮胎薄啊 所以它过滤碎震啊 那些都没有这样出色 所以如果你要舒适的话 你用到17寸 几乎是没有什么舒适可言啊 然后再来就是17寸的轮圈呢 其实就比较少讲说是分成eco或者performance 因为毕竟都上到17寸了 它们都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high performance 一种就是比较综合表现的 就是overall都是ok的 这样子综合表现的轮胎有什么呢 我比较推荐的是 这个toyo的proxxx cf2 然后这个michelin的primacy headcourt的v12evo2 还有这个yokohama的flavor 这四款轮胎呢 小编没有用过 可是小编身边的朋友有用过啊 包括小编的同事小明 那个月入过完了 它之前也是有朋友在用着那个yokohamaflavor 还有那个toyo的proxxx cf2 都是不错的 这些toyo它不能讲是eco 它也不能讲很high performance 它就是很中间 就是它有performance 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节省一点点的轮胎啦 compare跟那些比较high end的toyo 讲完了这个综合表现比较出色的轮胎 我比较推荐的轮胎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high performance的轮胎 high performance就是比较新轮胎 然后就是很可以给到你很好performance的轮胎 这样子小编本身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第一个是michelin的ps4 如果你有budget你可以upgrade到ps4s啦 这个会更贵 然后也当然是会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bristone的i003 还有它新款它的哥哥i004 还有就是toyo的tr1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小编本身蛮多朋友在用住的 就是这个goodyear的eagerf1 这一款轮胎听说是很好用啦 小编本身是没有用过 不过周围很多的朋友都在用住啊 评价还是goodgood的 当然如果你更有budget 你有更多的钱 你想要用更好的轮胎 你还可以考虑这个continental的这个csc6 就是conti sportcontact6 这个轮胎呢 没有记错是honda cv type r fk8原装 标配的轮胎 这个轮胎是备受好评的 还有就是这个download的sportmax 这个也是一个很high performance的diya 很多刚炮啊或者是跑车 都是标配这一个轮胎 这两款轮胎售价当然会高一点啦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七八百左右啦 应该是啦 不是很确定 所以如果你有更高budget 你可以upgrade到更好台啊 讲完了这些轮胎17寸呢 最重要还是价钱啊 讲来讲去最重要的就是价钱 价钱方面呢 因为17寸的这个轮胎的这个范围很广 再加上我来讲那轮胎啊 有很多不同尺寸 不同尺寸又价钱不一样的哦 如果针对2054517来讲呢 大概的价钱啊 如果是讲我来讲那个综合 综合表现的轮胎呢 它价钱应该是在300到 450左右之间 如果是讲high performance呢 那个我就真的是 能给到一个预算价的话啦 应该也是一个要 450到600 700 就是这样子的价钱啊 所以如果是讲 你预算没有这样多 你只是想要一个比较舒适的那种 驾驶感受 我建议你真的不要用到17寸 因为17寸 除了对你车来讲是一个负担 对你人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啊 因为你钱包要很厚啊 因为换一次轮胎是牵牵身的啊 其实总结来讲啊 除了这一些我本身推荐的轮胎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的 这一个轮胎啊都是不错用的 就像啊 viking啊 dumlock啊 falcon啊 其实这些轮胎你都可以就是 考虑去使用 并不是小编没有推荐到就是不好用的意思啊 只是小编本身没有尝试过使用 所以我当然不敢跟你们讲它是好用的 所以 这个呢就要等你们留言跟我讲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轮胎是值得 大家去使用去考虑去尝试使用的 记得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啊 这样这一期的影片也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啊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